11月15日冬点日,在哈尔滨市集贤谈,召开集贤盛会,会期六天,由张五成秋、红卢二位老前任主卢,班员有一百多位班家,地班发愿开荒的有西安、日湾、南等地, 而开荒台湾的有二批人员,有一批是哈尔滨的,有旅,点船只,人才有成奉驻松正阳,天才有阁警抛,发愿后就等待前人指示,有一批是牡丹江方面的人员, 而中好,好点船只,人才有王春茂马仲林,天才有张长江,远后,后来至哈尔滨,等候前人指示, 而今秋红卢前人,盛考,哈尔滨前人之捅除云众,将哈尔滨及牡丹将二方面开荒,任何地前往。 哈尔滨方面负担,于民国三十六年,一九四七,正,今月初。 五八日由哈尔滨出发,前往天津新义总盘时,已禁援消别,而在天津等待二个月, 延至三月十五日大典日先发,活上盘提训,鼓励处于开荒, 今章五成老,前人郡,往天真总盘,请示胡贵今道长之后,立下开荒院,好点。 人才,也有王春茂,马仲林,孙正阳,天才张长江共五人,从天,今初发往南行, 今上海搭乘中心轮,抵达即将即,之,月经。 天,来台时由牡丹,将之道清宫连,晋阳克神二名台湾人, 在路前来台湾的,二台湾重根,抵达后选择,台南市未开荒。 台南市台湾的古都,当时郑成功建设俘城,魏正。 内看,在,阶,格构房屋,精装修后,于六月十五日大典日开设佛盘,当日上天祠碑, 披讯而亲赐,盘号为纯阳日为恶,白财开荒的第一盘,开盘当天, 首次办到,佛盗者,有些,佛龙等几人, 日为新义来台,开荒第一批求道的当时, 只都由杨克神翻译台语。 七月初薛佛龙带河中好点传, 将是 薛世函旧式来台开道的第一监佛行。 当时在陆宫,连进及杨克神二人随未道清, 然其信心不间, 随未按道, 未回想。 将顺便带路向导, 其阶级性任务已完, 又见于道中经济困难, 随自行求去另谋发展, 众人急游找, 工作暂时终身是军少。 到 孙正阳先生去省丽湖委, 女子高级中学, 担任国文, 乱知心经, 悉数为众人解决生活问题。 该下学期又介绍, 马仲林先生一前往担任教员工作, 制服几个开荒人员, 教孙二人, 拂路, 维持生活, 道物易逐渐展开, 先后有王顺定孙一切, 扶帆臣带您狐游海洋陈丰德等人求道, 带致民国帆。 六月间, 河东豪点传师回天经树职, 并与师母接线, 八月监狱邪, 天才阁警抛来台。 时代八月初七日, 辞赐帝, 辞职。 孙马二位上, 在湖里教书, 而当时先后, 求道者有五水, 敬苏能乐章金城等人。 八月十五日, 孙正阳王春冒马, 众龙三人里, 大力, 展胜业, 道物易游海南, 推展鸡六甲, 高雄嘉义虎, 为北港台中等地。 而后哈尔滨方面于九月间, 又派孔县州殿传师协助, 为网南, 汪之, 一于, 于关, 成秋, 我洪如二位老前人之遇, 来自台湾协助的, 由李凤英李凤, 君二位昆道, 约于十一月, 冬至日前后底才协办, 如已来荒谭, 得振荣, 可谓壮大, 乾坤二道齐全, 君各位传, 杨姓李真传, 宣扬大道真理, 不服老虎, 道开, 开荒度重, 偶心力泻, 直下道基, 方勇之, 一道长, 三道物推展,